伴桌經典菜 Lowdika 30年老經驗的大陶塞 蔡瑞全品經驗 調出最好的味道 台南板豆更讓台北外商公司 慕名而來 400位員工專程南下 尾壓假板豆 當中外商藥廠的經理 來自英國 第一次體驗伴桌文化 印象深刻 勞動之前沒有吃過板豆 尤其像桌上會有 可以打包帶走的塑膠袋 是一個我們解釋給他聽 是一個非常節儉 台灣就是不浪費的 獨要來台南企圖 觀光以外 還可以來嘗遍我們台南的美食 所以我也受寵若驚 倒陶塞說 台南板豆菜色到味歌秀 絕對物超所值 菜色如果想升等 還有這道超費工的通心滿 黑爐漫經過油炸後 還得去骨塞進蘆筍 紅蘿蔔 青蔥再蒸過 想吃台南沿海在地的西瓜棉 小西瓜切片醃製後 煮魚湯提升湯頭鮮甜 綜厚塞的好手藝 受到深耕台灣 70年的外商藥廠肯定 400多人浩浩蕩蕩 南下在廟宇廣場前 搭棚架吃尾牙 進廟宇參拜 也到高雄辦運動會 三天兩夜員工旅遊 特別搭高鐵南下 再包遊覽車 到廟宇廣場吃板豆 也讓英國的經理 吃到不一樣的尾牙宴 體驗南台灣的板豆文化 三地環球上黃區中 樂部鄉 都從報導 都從中 當大